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非常的感恩 今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 今天的读静运动反思主题是 虚极的故事 取自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 我们现在一起祷告 慈爱的天父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受教和 和睦目的心来思考你的话语 我们把接下来的读静运动反思 交托于主的掌管之中 我们的祷告是奉考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所求 阿们 圣诞节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技术 是想想全能的上帝成为人 有趣的是 这个伟大而非凡的故事 却很简单的被讲述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第二章第七节 是想当时的玛利亚和约斯 所见证和所行的事 他们面前有一个婴孩 就是耶稣基督 他出生后感到寒冷 因为母胎里的温度 比母胎外的温度更温暖 他吃喝始终需要帮助 当饿的时候 他会哭着药 父母喂食 他从体内排出的尿盒时 需要父母帮他更换射和脏的衣服 在另一方面 我们意识到宇宙和万物 都是在基督里造成的 一切受造物的存在 都离不开基督 是基督保守 所有的受造物能够持续下去 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他 圣诞节的事件 呼吁我们要体会到 整个宇宙都要以耶稣基督 那圣应为中心 要体会圣诞节的故事并不容易 应做上帝的恩典 但愿我们能够寻见 耶稣基督诞生的伟大的故事 我们体会圣诞节的重要定义 俗语就是虚极 菲利比书第二章第七节 全能的上帝愿于虚极 成为虚弱的婴儿孩 若没有别人的帮助 就无能为力 永恒的位格 进入了有限的时间框架 他是全然圣洁的主 却愿意虚极 进入罪恶的世界 并且看见 经历 解除罪恶 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爱世人 也因着他对父上帝的服从 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一到第十节 对圣诞节故事的体验 接着就是将我们引向 使徒保罗在菲利比书的重要吩咐 就是要我们效法基督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然而 要行出这种意识和态度 是基于爱的界限 并有服从上帝旨意的动力 在这个数字发展快速的时代 人都有夸大自己的倾向 例如在社交媒体上竞争 为了活得更多的拥护者 不在乎上帝真理的人 不是越来越多吗 记住圣诞节的故事 你能够做什么 才能使你越来越效法 已经虚极的上帝呢 我们一起祷告 慈爱的上帝 天父 感谢你赐于我们圣鹰 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把自己躯空 成为一个无助的婴孩 为我们这些罪人来赎罪 感谢你的救恩 在这圣诞节期间 让我们每个信徒来思考 上帝伟大的爱 上帝把他一切最珍贵的赐给我们 让我们得到永生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 能效法基督 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 让我们能逃神的喜悦 我们的祷告是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声明所求 阿们 祝大家有一个快乐的假期 圣诞节和新年快乐 上帝祝福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